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在吃饭时 小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闺蜜 闺蜜也为她感到高兴 同时告诉她 要多和肚子里的宝宝对话 交友感情 因为宝宝是能听见的 晚上小美拿出故事书 开始给肚子里的宝宝讲故事 突然电话响了 男友在电话里告诉小美 自己已经为她找好了医院 小美听完很开心 觉得自己男朋友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可是男友找医院并不是为她缠解 而是让她去打胎 小美很生气地表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但男友却在电话那头质问她 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 小美偷骂她渣男 愤怒地挂掉了电话 突然她听到有孩子的哭声 心想是不是隔壁邻居家也有了小宝宝 第二天 小美对肚子里的宝宝说 以后就只有我们五姆子两个相依为命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这时肚子里的宝宝突然回应了一句 好啊 小美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但是这时肚子里却传出了诡异的笑声 还说 妈妈我在这里哟 害怕的小美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闺蜜 但闺蜜却表示可能是小美最近压力太大了 出现了幻听 让她放松一下心情 晚上听从了闺蜜建议的小美 一边吃零食 一边听音乐 突然肚子里的孩子说 这首歌不错哦 小美吓得坐了起来 这时孩子继续说 妈妈 你不能老吃零食 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小美很害怕 问她为什么能说话 肚子里的宝宝回答道 因为你经常跟我说话 所以我学会了 小美不相信肚子里的孩子为了证明这是真的 竟然用手把小美的肚子顶了起来 小美吓坏了 喊着 叫着 跑了出去 正巧这时候男友回来了 害怕的小美告诉了男友孩子会说话的事情 但她不知道的是 肚子里的孩子说话只能她自己听见 男友并不能听见 这时肚子里的宝宝还在自言自语说 讨厌面前这个男人 不想再见到她 男友看着自己面前神奇恍惚的小美 以为她精神出了问题 一把把她推开 转身就要离开 肚子里的宝宝突然暴怒 在妈妈肚子里直接就身腿 把男友踹下了楼 孩子还一直说 妈妈 我只喜欢你 小美害怕极了 歇斯底里的说道 我不是你的妈妈 我不想生下你 说完 孩子竟然安静了下来 小美滑回房间 想要打电话报警 突然她肚子开始剧烈疼痛 孩子再次开口说 啊 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哟 急着 小美的肚子迅速地鼓了起来 她躺在地上痛苦地呐喊 随着一声惨叫 孩子出生了 全篇结束 本篇是日本奇幻作品 AKB 恐怖之夜中的一个小故事 台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轻视生命的人最终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